歡迎收看手機遊戲喪屍女友,我是尼亞絲,對 那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就是要來陪伴我們的喪屍女友小魚啦 那今天是第三集吧,應該是 好,那首先來回答一下一些觀眾的問題 首先這款遊戲是免費的手機遊戲,所以它下面一定會有廣告 這個一定要體諒一下遊戲廠商啦 對,因為如果光做一些沒有回報的事情,其實比較少人會這麼做 而且,設計遊戲是有些人的職業,希望大家就體諒一下遊戲廠商 那再來呢,這個螢幕,我是故意露臉來拍這個手機遊戲 我覺得會比較貼近現實一點,就是比較可以貼近這款遊戲的女朋友 好,那我們開始吧 GameStar 然後呢,我私底下其實砍了蠻多的殭屍,我們現在再來砍一些好了 根本是主角威能啊,你看 我動動手指幾十隻殭屍就死掉了 好了,那我們現在呢,其實已經有418顆的腦袋了 我們先來跟他對話一下,其實我私底下有看這個 這些東西點進去,其實我只要一直 點這個臉的話跟他對話,這個對話完成率就會變100了 所以我們還缺這個原始的,他沒有跟他對話過,我們來對話一下 我覺得我快速按到100%好了,有一些對話我覺得不太重要 你看看,他跑得超級快 已經不行了,是誰是誰,喉嚨好乾,是誰在看 我看一下喔 等他那個91%動的時候,我再看一下字是什麼 好像沒有在動耶 哎呦呦呦,點點點,點點點是新的對話 上樓快速按好了 95%了,97%了 剩最後一句了吧 喔喔,滿了滿了 雖然我沒有在看他的對話,不好意思小魚,不好意思 好 那前面一集有人 哎呦,前面兩集啦,第一集有觀眾會說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啊,其實後來我上網研究了一下 其實他就有點像是一個壁紙,你需要花那個 那個叫什麼 腦袋去換 150顆腦袋這樣 那我們現在有418顆,這個就是給你欣賞用的 就是圖片啦這樣,滿可愛的 那我們先暫時不打開他 我們先繼續陪我們的女友聊天 然後 我們就先餵他腦袋餵到他飽好了 開始吧 來囉 小魚吃飯囉 下次再說 好,先請他吃飯 哇他 他吃飯是用觸手吃飯耶,好詭異喔 我現在在狂點,不好意思 呵 讓我把他點完 手好酸喔 我推 推測他應該每次進化都要花100顆的腦袋 所以他應該快進化 唉唷,進化了 小魚 等一下 OK 咦 他的嘴角好像在笑 頭髮也流長長得更可愛了 如果能夠早點回到原來的樣子 原來的生活就好了呢 小魚,趕快變回來吧 我好想你 好啦 繼續 他現在變成了一個狐狸的樣子了 所以 而且他打一個愛心有沒有看到 他剛剛那個翅膀打一個愛心 我們來跟他對話一下 其實我真的對你 你對我 怎麼樣 請不要哭,我沒有哭喔 我沒有哭喔 或許我喜歡的是狗 好啦,我屬狗可不可以 我屬狗,你可不可以喜歡我 我屬狗啊 你喜歡狗,我屬狗啊 對不對 後院有 生營生傳染 對不起,記憶混亂 好,沒關係 你所期盼的結果是 你變回我的女朋友 我並不想傷害你 那就不要傷害我啊 我們一起飛吧 我沒有翅膀好嗎 你帶我飛啊 或許已經來不及了 也說不定 不會啦 不要放棄嘛 請不要哭 你是在找人沒錯吧 我伴好像在庭院的樣子 你的夥伴是我 不是那群僵屍 好啦,我這個對話呢 我私底下再把它弄到完成啦 這個對話我覺得應該 大部分沒有很重要 所以 我就到時候私底下把它刷完這樣 然後我們再殺幾隻僵屍好了 僵屍又出現了 主角威能啊 OK解決 我們現在又有339顆的僵屍 的腦袋 我們乾脆來解鎖一張圖片好了 剛好現在有多餘的那個腦袋 我們來解鎖 我看一下喔 我們解鎖 第二張好了 OK 好可愛喔 是蘿莉殭屍耶 好可愛喔 我真的覺得 這個畫得不錯 他穿的應該是日本的和服嗎 如果有錯記得糾正我一下 可以留言告訴我 看起來有點像和服啦 然後他綁了兩顆就是 一團的 頭髮 好可愛喔 然後他手上拿的那個是笛子嗎 就是紅色那個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應該是 第一隻嗎 不知道 不管他 不重要 好這是我們 解鎖了一張圖片 然後呢 下一集我們再繼續 為這個小魚吃晚飯 我們要該睡覺 然後明天要再去上班 然後我們明天再見囉 好啦 那麼這集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忙的喜歡 或是訂閱 或是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或是同學們看 那如果更多人看的話 我會更有動力繼續做下去喔 不管是什麼系列 手機遊戲的 喪屎女友也好啊 Minecraft也好啊 槍戰遊戲也好啊 鋼彈也好啊 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那我們其他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拜拜